好前面我们这个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注入 我们指定的一个参数就是username 这个笔记上没有指定啊 笔记上大家看到没有指定 笔记上直接给了一个 给了这样一个 这下面指定了一下 我修改了一次 我们最好是去指定这样一个参数 否则的话呢 它可能会有很长的一个尝试 另外呢 我刚才加了一个杠杠batch BATCH是吧 这上没有看到 那你就自己加上啊 比较简单 那刚才我们注入了 获得了它的这样一个信息 是吧 应该也不是刚才是那个午饭前啊 刚才来了以后我们这个断开了 我也重连了一下 重连了以后呢 发现这个终端都不见了啊 所以我们再次把这个跑一次 随便输一个 随便输一个 输一个内容 然后确保上面呢 有这样一个 URL 我们再跑一回吧 这回应该很快 这下面有一个在我们上午啊 也就是吃饭之前 这边有一个已经保存下来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很快 不用不用再做什么 那它现在得到的仅仅是数据库的一些信息 我们要的可不是这个 我们要的是其他东西 比如说 各位 我们想要获得所有数据库 就在刚才的那个指令上面加一个 对 不要复制这条指令啊 不要复制这个 因为这个是我的链接 是不是 在上面加一个刚刚DBS DBS呢 是我们SeqMap的高级选项里面 有很多高级选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打开一个终端 再看一下 SeqMap-HH 是吧 就是获得它更详细的一个帮助信息嘛 在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 有一些是操作系统相关的 有一些是Windows桌子表相关的 对吧 因为它不只是访问Linux 还有呢 一些是关于 这个 好像就是这块了 看 杠A 杠A呢 是加上所有的这个一些攻击的参数 然后呢 还有呢 这个是我们马上要用到的 你看 刚刚 当现用户是吧 杠杠DBS是什么 是不是所有 所有数据库信息 好 加一个杠杠 杠杠DBS 其实没有那么快 是因为我们前期已经跑过一次是吧 嗯 跑的当然是 看各位得到的是数据库信息 包括那个.svn一共34个库 有效的库是34个 没问题 然后 还有呢 这个是所有库 这个是 这里面都可以用啊 是不是都可以用 还有呢 这个是我们所有的用户 刚刚 user 我直接敲就行吧 杠杠 users 好 这边又在跑一阵子 得到了我们所有的这个账号 所有账号的这个信息 一共38个账号 是不是 这个杠杠user和杠杠DBS 这是所有库当前用户呢 或当前数据库呢 这是我们当前用户 当前用户啊 所有用户是指的是所有的用户嘛 对吧 当前用户指的是我们连接 我们这个页面 这个程序在连接的时候 他使用了当前用户是谁 看到了吗各位 叫什么 是MultiLeader 然后百分号是所有主机 是吧 好 当前用户 当前数据库呢 是DB 不是DBS 没有S啊 当前数据库呢 叫做 NOWASP NOWASP 看到了吗 是不是当前这个数据库 那当前用户也来到了 当前 当前用户 当前这个叫 叫什么呢 当然数据库 主机名能不能够拿到呢 主机名 试一下 刚刚 hostname 你最好打开一个终端 我把这个终端放 这个放前面 OWASP 是吧 是 他主机名是叫OWASP吧 我们看看这台机器就知道了 这台机器就是我们的OWASP 是吧 没问题 还有呢 isdba 什么意思 征测 他这个当前数据库的一个类型 它就是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库系统 好 前面呢 当然也可以加上 一个同时加好几个 好几个这个参数 好 这边呢 告诉你 后端的这个dba 当前的这个 当前用户是 当前用户 isdba true 是数据库管理员 是吧 当用户是 不是类型 我刚才说错了 这是侦测 这个当前用户是不是dba 是不是这个数据库的管理员 当前是tru 好 还有呢 这个password 这是获得那个哈希值 这单字怎么解读 反正是百度翻译 它可以随时去 随时去看嘛 我奇怪怎么会 会这样一下 也就是他第一次 你看粘的东西就 谁在复制 在复制 我就打手了 听客还要复制 我都不知道点哪弄的 美举 美举啊 美举呢 你可以认为是这个穷举 美举 就是不断的去猜测 尝试 我猜你的账号是谁 猜你的密码是谁 猜测 对吧 这是美举 我们的dbs dbms 就是数据和管理系统 用户名的哈希密码 去美举一下 这个呢 也可以尝试一下 像这样 刚刚password 我们先是尝试性的 用下这些参数 passwords 他说可能会有点慢 对不对 因为他在启动字典 后台字典 dictory 字典 字典里面包含的就是那些 用户名密码的信息嘛 是不是 好 然后还有呢 你看美举 数据库的用户的权限 美举呢 这个dbms用户的角色 美举数据库的 所有数据库 是吧 美举呢 这个数据库的这个表 美举列 美举它的schema 那这个呢 是我们一会儿会用到的 去 dump 数据库 它的表的一些条目 还有dump all dump所有的 OK 那下面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啊 这边不知道出来没有 哦 它美举出来了 各位看到吗 这个密码是 这个密码的哈希是这个 但是密码是这个 对不对 嗯 其中我们记得有一个叫 这什么 这什么用户 哦 这用户看不到啊 这只是 只是密码 只是美举他们的密码 wordpress 啊 当前的那个 明文的密码 这是哈希的纸 这是明文的纸 clear是吧 明文的纸是wordpress 好 这些我们先不管它了 我们来看重点 怎么现在呢 要获得所有库 用什么方法 去美举一下 所有库 刚刚dbs 好 我们找一个 感兴趣的库 往后走 我们比如说 找到 哦 所有库是这个 当前库是哪个呢 当前库 是不是 这个 CURENT 当然也不一定 只看当前库 你知道你有权限 是不是可以 所有库都可以看 我们找一个库 这里面 好像刚才看到 有一个库叫 叫wordpress 有吗 哪 在这吧 好 我们就以这个库为例 我们把这个库 看看能不能把里面 数据全部弄上来 OK 这个时候呢 就往后走了 杠 D 这个指令呢 数据库的名字 叫做什么 引号也可以 叫wordpress 后面加上杠杠tables 看他的什么 看他的表 看一下 刚才的帮助里面 刚才帮助里面 少了个S 杠杠tables 杠杠tables 杠杠杠tables 这个是看他的表 是吧 然后 你是想把整个档案来呢 你就从这儿 加一个 杠杠 dump 杠all 就整个档案来 没有吗 那我们现在 不整个档案来 我们是要往后再走一走 我们再找里面的某一张表 看一下 这里面我们就找了一个 密码表 好吧 这个密码表呢 是 应该是wp-user 是吧 好 拿到库以后呢 紧接着 把这个杠杠tables去掉 杠t表示什么 表明 指定的表明 也是不是叫做wp-wordpress 好杠杠 然后是杠杠column 就是看他的什么 看他的列 从库到表 然后到再到列 多了一个小杠 两个小杠 好像没有 没有得到是吧 嗯 接错了 接错了 什么呢 哦 这个地方写错了 这个地方表的名字不叫这个名字 叫users 是吧 好了 得到他的表了 一共有这么多列 是吧 然后紧接着这个东西往后延续的 杠t是指的是库名 杠t指的是什么名 表明 你后面如果加一个杠和tables 是看他的这个表 看column是看他的列 现在这个c呢 现在这个c呢就是指的是 自断名 对 自断 还有c 后面加上 你看d是数据库 t呢是表 然后c呢是我们的column的名字 我们可以加自断名字 自断名字叫什么 找两个 自断名字表叫做user的login 粘贴 然后逗号 我还要一个就是他的user pass 这样行吗 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刚刚dump 刚刚dump 这个是或许他里面的这个记录 dump 对不对 dump 或许他里面的记录 刚才帮助里面 其实那边有 dump和dump or 这个不太一样 dump了这个 只是下载某些 前面的我们指定的内容 对吧 去获取指定的这个内容 由于这里面有这个加密的密码 所以他有一个 去通过字典 基于字典去crack 去攻击 因为他是md5的这样一个 生成的密码 好 基于字典攻击 其实已经攻击到了 看admin的密码是 admin user密码了是 是user 看这是admin 这是他的 哈希值 这是他的这个密码 好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比方说 mySQL 这个什么 admin admin 怎么进去吗 admin 密码admin 不让称本地登录 不是 sorry 这是wordpress里面的 好吧 wordpress里面就不是登录本地的 是干嘛的 是登录那个网站的后台的 对不对 就我想错了 差点 好 我们应该找的是 mySQL 那个 我们应该找的是 mySQL 如果 如果有权限的话 我们应该找的库是 什么库 是mySQL 库里面的 user 还是users users users 然后列呢 列我们其实自己也知道 是一个是叫user 一个叫password 一个是 一个是host 的吧 确定一下 先登录这个 标准的 discmySQL .user 没有死 user 哪有死 又再开始去做这种 暴力的 通过机遇字典 机遇字典呢 做这种攻击 mySQL -pass 启动了四个进程 这个字典呢 可能时间比较长 这里面张望有可能 有点多 好 半天还没搞出来一个 也可能这个字典呢 由于字典比较简单 可能根本就弄不出来 好 这样的话 我们 这好像是里面账户吧 账户和好心密码吗 我怎么没看到 有 有些好就出来了吧 你看这才是我们系统的 mySQL库里面的 看 mySQL库里面的什么 user表里面的字带嘛 是吧 嗯 我们找一个 找一个 用户名叫 哦 这就是这呀 db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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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 嗯 看到吗 这边是不是拿到它所有的东西 嗯 再 再 再者 你看这个 这个叫pipadmin 这样一个用户是吧 它的密码是 user 再见 然后是 user 标准的话应该将这个地方加上引号 特别是这里面可能会有什么 一些特殊的符号 是不是 可以吧 嗯 好 show data basis 它看不到别的 因为它只能看到 information和那个 它自己的那个库 对不对 对 很正常 好了 那说明我们这种行为是没问题的吧 嗯 但是刚才 可能各位看到 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呢 它获取的是 这个库 这个表里面的 这几个字段的什么 记录 它的值 是不是 那如果把它删掉了 把它删掉了 我删掉了 已经 我这个时候获得的是什么值 这没 获不到了 这几件 酷名表明是吧 嗯 我们往这看一下 dbs 然后dbs 获得所有数据库 刚刚user 这刚刚帮助里面都有 是吧 还有刚刚user 是所有用户 然后呢 当前用户 这里呢 像这些 这是所有用户 这是当前用户 这是 到所有数据库 这是 当前数据库 这个是呢 指定那个 对 指定某一个库的 有哪些表 然后这是看这个表里面 有哪些什么 几段 那 字段 这个是 这个是dump all 所有的 这个是dump all 排除这个 系统库 系统dbs 下面两个 我们刚刚看过了 一个是刚刚 database 那个database name 数据库名字 加表名字 加dump 刚刚没到来 可能有些没有权限 然后我们某些字段 我们发现呢 是可以的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那个wordpress 那个库 wordpress 这个库 这个库呢 我们刚才 它的里面的表 好像叫做 wp 刚刚刚看各位看过 对当前是那个叫nowasp那个库当前是碰到这种带密码的他都他都要很慢没有密码的话他就插出来了吗因为他不存在这样一个公鸡对不对 那么整个过程呢就是这样的第一步获得当前数据库 如果你只是想对当前数据库进行一个抓取是吧 那你就获得当前数据库 这边可以加上我们前面的参数 刚p username的参数 听到吗各位 或许表呢 由于我们获得当前数据库是这个库 所以或许表的话呢就是刚d 库名 刚个tables 然后这个时候获得了什么 表 那要不要获取你也看情况是吧 如果说你只你你直接想对什么 对整个数据库进行这个抓取 你你到这儿的时候呢就加一个杠个档谱就可以了 没有吗 你加一个杠个档谱就能把所有数据库的数据 全部他的记录给带上来 你不需要再往后走了 这个是获得表 这个是获得表里面的什么 列 这个是获得 这个数据库 这个表当中 这些字段的值 没有吗 因为 看你想获得什么东西 好 看到了吗各位 这个我们获取到的是 Wordpress库里面的 这个表里面的所有的记录 是不是 我们找一个找一个这个 我们找一个比较简单的啊 这里面都有密码 有没有没密码的话 都没有 都有都有密码 是吧 能不能能不能在这边加一个刚刚 DUMP 直接库后面加一个刚刚Dump 这一操作不会不会有你想的那么快 所有当然了 这个跑半天了 好 让他先走着 不管他 注意所有的东西都会写到日日里面去吧 是不是写到最后的日日里面去 你也可以看日日 就可以看到这个最终的信息 好 对于这个把机来讲的话 对于这个把机 各位 我们没有输入任何密码账号 就可以 在这个页面上 然后来判断它是不是可以注入 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应用程序 那个程序可能不是这样的 回到主页 好 接下来我们准备使用DVWA这个应用程序 这个应用 因为他在 你要想对他注入的 他里面的页面注入之前 是不是想要登录到里面去 你没有密码的话 你还对里面的这个页面 还注入不了 登进去 登进去呢 只能说你现在在这个页面上登进去 那么SICMAP它能不能够用呢 这个我们就来看一下 准备来看一下 这两个地方都可以 一个是SICMAP注入 一个是盲注 都可以 好吧 然后这边呢 同样 你看上面这个链接是不带 不带这个参数的 所以没法没法注入 没有注入点嘛 是不是 你随便在这输一个 看上面是不是带一个ID 等于什么什么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链接 复制过去 然后作为 作为那个 他的一个注入点 你是就可以复制前面 都都可以 啊